接下來就做題目 這裡的題目是背背就好了 應該都很簡單就把它背背 然後沒事了 請問你誰的句子是對的 好來 銀是導電導熱性最好的金屬 所以A是錯的 地殼中氧細鋁鐵最多的元素是氧 所以B是錯的 烏是熔點最高的金屬元素 鞏是熔點最低的金屬元素 所以豬是錯的 然後石墨是唯一可導電的非金屬元素 你要寫石墨不可以寫碳 所以C是對的 所以答案就選C 我講過你把那個該背的背完就沒事了 小事一裝 所以銅禮 誰錯 誰是錯的 簡單 小事 來 我們找大帥哥或者是大美女 第一次抽嗎 帥哥也行美女也行 這個人叫做三號 誰啊 你選豬喔 請說 你答案選的叫做豬爾 背面的黑色磁條是氧化鐵 有磁性的氧化鐵 對的 不鏽鋼是個 我們叫的是十八八不鏽鋼 個跟鎳 恩愛是鎳 CR是個 所以是對的 鏽化銀可以當感光材料是對的 鉛筆的筆心是石墨 俗稱叫黑鉛 不是真的金屬鉛 所以豬是錯的 誰錯啊 又是一樣問誰錯 誰是錯 一樣嘛 簡單小事情 這都是 剛剛講過 人家把前面該背的背完 就沒事了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該背的背完就好了 找個帥哥男武啊 怎麼都是女生啊 男生有嗎 有 三十二 三二 答案 你選豬嗎 你也選豬喔 兩個答案都豬喔 好吧 答案選豬 烏是熔點最高的金屬元素做燈絲 對 金的活性小 又很貴重 所以可以做錢幣或事物也對 或者是所謂的電子工業耐腐蝕性的導線 因為它是導電第三位 因為它們有所謂的拱 還有拱蒸氣 靠它發出 然後有刺激 然後有紫外線 怎麼之間它有發光 就對了啊 你不管它 所以C也是對的 那麼豬呢 馬口鐵鍍錫 用來做罐頭 白鐵鍍錫 所以呢 這個 應該是馬口鐵 要鍍的是錫 所以豬是錯的 所以答案選豬 所以就要是 很簡單 把前面告訴你 該背的事情 背完 記一記 這些題目你就通通都會了 沒有背了 背起來就好了 可以嗎 可以